各位先看刚刚前面这一句 东杰讲的 这个念法 连日这个念法 基本上就念成连日 南部は本当に熱くて大変ですよ 他说连日接连几天以来 在南部真的非常的热 相当令人困扰的意思 今年的整个气候不太正常 坦白讲 刚从日本回来 我也觉得日本气候也是非常不正常 今年日本他们预估 往年我们所有的 日本正常的所谓的 Sakura Zensen 同学如果要去日本看Sakura的话 你最近可以上网搜寻搜寻 Sakura Zen Zen 如果你将来要看 同样的道理 这个就是他会画出一个 所谓的等高线图的样子 让你知道日本接下来 樱花会在什么时候盛开 每个地方的点不一样 什么时间点 什么地方的樱花会开 他会在Sakura Jensen这个地方 整个公布出来 你可以按图所记 你就知道日本现在樱花开的情形 从这边你就可以一目了然 换言之也就是在告诉各位 他们预估今年东京地区会开花的季节 足足提早了两周 所以我很多朋友 从去年就预定要去看Sakura 结果他们预定安排的时间 全部在三月底四月初 我看他们今年大概去那边 全部是看叶子的 真的 樱花开完各位要知道 它全部会花掉落以后 就会长出嫩芽 芯叶 这个是跟一般植物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各位可以慢慢去观察 慢慢去体会 所以以后同学要去看樱花 枫叶也好 各位一定要记得可以这样的字眼上网去搜寻 你就可以看到整个花开的状况 那早期这些东西全部是日本那个所谓的气象厅 以修求再负责的 现在都已经明明化了 明明的机构 他们会他公布出来 像这个都要知道 他是以修求 以修求就是气象厅 那刚刚我有把我这一次去那个 那个什么 那些画面 安宁的东西住的地方分享给各位 各位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 那这一次其实因为我时间不是很长 只有五天的时间 所以我没有跑几个地方 第一个 我去的地方是福岡港 第二个地方就是 長崎 第三个地方 再回到 这三个地方而已 所以在这三个地方 你验到的感觉 分享一些东西给各位做生好 这个地方让各位了解到 从现在开始 各位如果有去日本玩 我很希望各位能够把 日本的所有的地名全部记住 你要开始慢慢去学会这些地名的念法 讲法 这样可以帮助你学习 比如说 Kuma modo 我就知道 Kuma就是熊 一样的道理 福岡港 三岗就是Oka 所以在很多单字的组合里面 地名 它本身多半都是迅读 所以我们能够透过地名来学习 绝对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 所以我很希望各位慢慢的去体会这些东西 再来 这一次 坦白讲 我太太太跟儿子之福 我去体会到 以往从来也不会想要去体验 也不是说做不起或是什么 而是舍不得就这样而已 但是去过一次以后 各位从图面上所看到的 你就可以知道 它的精致度绝对不是一般旅馆 所能够比美的 那个就是今年我所去的 日本的 他们高级的旅馆之一 也不是最顶级对顶级的 大概最主要就是 这一个 我们在日本的整个过程里面 那因为刚刚好 我儿子帮我们订了 Hoshino 这个休闲的旅馆 它是 星野集团 所以同学都要知道 Hoshino集团 这个集团算是在日本 相当相当不错的旅馆 我觉得 我觉得它应该有五星级的等级 绝对有五星级的等级 各位看它里面的餐点 以及它的布置 那些东西在我们群组里面 我只是分享给各位做出讨 然后它的晚餐有menu 里面的menu很多用法 我希望各位学会 它总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道菜 它每一道菜上来的时候 都会跟你做说明 这八道菜所排列出来的各位所看到的内容 待会我分享一点给各位做参考 你看看它里面的布置 以及前面几个是它里外的布置 那后面的部分就是它室内的布置之外 后最后面一个泡汤匙 以及所有的餐点 我们来跟各位讲 哪一种东西 光是看它的餐具 就是一种享受 餐具日文叫做食器 这些都要慢慢要知道 这些都要慢慢要知道 他们日文讲成食器 就念成食器 平常我们比较少去用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它的使用不常用的这些字眼 我们有时候碰触到的时候 都不会使用 那各位看一下那一张menu 它第一个先讲到的菜色的第一个叫做 薩基茄 薩基茄 我们将来各位有机会去看到这个或到这样的旅馆去居住的时候 如果它有附这种所谓menu给你的时候 我会建议各位 你一定要边先看这个内容 在等着他送餐上来的时候 他会一道一道的跟你说明 所以你如果不了解 这些东西他在讲的时候 因为他里面专有名词很多 我们一下子会转不过来 比如说像这个字 薩基茄 你光是听到 你就必须要去联想到 他是在讲用餐 好 所以 表示 各位想看看 你去猜看看 这一个字 应该是什么 前菜 就是前菜的意思 首先先付给你吃的 就叫做前菜 所以 他在这个地方 下面所写的 oniyarai yusembe 他这个蛮有意思的 什么叫做 yusembe 其实这边的yu 就是指 o yu 这个地方的yu 其实 就是指温泉 oniyarai yusembe 就是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先看后面的yusembe 其实就是 我们所讲的onisen tamago 也就是说 好 让各位先了解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台湾也有 但是 这个就是onisen tamago 就 温泉 一样的道理就是 温泉的煎饼 实际上 所谓 温泉煎饼 只是煎饼的一种名称而已 好 那他 什么叫做oniyarai 这本来是harai 的意思 harau 本来是hu 他变成了 第二变化 harai 转为名词 也就是 他们 这一种饭店 比较不错的地方 就是很细心 他在告诉你 刚好是过年期间 然后 他就 第一道菜 就告诉你说 把鬼赶出去 而且那时候 二月 二月 二月的时候 那个日本有 所谓的oniyawa soto 福古王 武器 这个就是 鬼 出去 把 福气 进来吧 这个就是 他们在 每年的 二月 三号 这一天 会做 这样的 一个 活动 所以 边 撒豆子 边 念oniyawa soto 福古阿武器 这个就是 春分的 感觉 所以 我才跟各位讲 你去到那边 你才会真正体会到 所谓的日本文化 了解了这个 他的用意 他会说明给你听 那你就知道 原来就是在讲这个 所以 所谓的新野集团 这个地方 他就是 全部 我们这一次住的是 戒集团 开 世界的戒 世界的戒 世界的戒系列的这一群 然后 这个地方 他所展现出来给我们的 那种服务水准跟 那个 享受的感觉 新野集团 他有三大部分 这系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算 没有到最贵最贵的等级 但是 已经算相当不错 我蛮建议各位 我去过一次以后 坦白跟各位讲 我觉得 值得推荐给大家 各位 可以 好好 利用机会 耗赏自己一下 你去看看日本 算是不错的饭店 他们的服务态度 以及所有的 真的代客之道 你在里面 可以感受到很多很多 他全部在全日本 总共有21间 很多地方都有 他有一个共通点 全部都有温泉 这个系列 那坦白讲 他不算便宜 他是算人头的 一个 一个人 一个晚上 大概要五千 五六千块台币 那我相信在座各位都负担得起 我 很建议各位 真的要去体验看看 我相信 这里面 我们的学员里面 我相信 一定有人去过 一定有人去过 我也很愿意分享给各位 我这一次去的地方 就是云仙温人 这一个 他的这系列里面的云仙这一个部分 他就在 長崎右边 福岗的下面 就这样一个地方 那 福岗 算一个 县 那真正他的车站 就叫 Hagata 博多 这种地方 地名 都要知道 那博多 这一个字 你同时可以 记住 Hagase 就是 博士 他的念法 比较特殊 因为 博这个 本来是念成 Haga 但是在地名 跟博士 这两个字 念成 Haga Haga 要注意 Haga 这个字 日文的话 是坟墓的意思 所以 你在 记这些单字的时候 要特别特别注意 要特别特别注意 所以 我们了解这些用法 了解这些字眼 你慢慢的就可以 扩充自己的 基本单字能力 那为什么我们希望建议各位可以去体验看 各位有没有想过 你目前日本一般的三星级或四星级的饭店 你随便进去住也要两千多块台币的差不多一般的 这边虽然多了一倍 但是各位不要忘了 这边都是温泉饭店 我刚讲过 所谓的开系列 全部都有温泉 也就是日本重要的温泉地 他几乎都有 温泉 像什么 鬼怒川 像香根 这些都有 所以我很希望各位去体验看看 你看看他的饮食 看看他服务生的态度 看看他的设备 看看他代课 然后 他最重要最重要 你是想看看他复早晚成 二十一博 所以 你修个 一 他个 这个一博二十或二十一博都可以 这没有关系 念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就好 所谓二十一博 就是住一个晚上复早晚餐 不复有午餐的 因为中间时间他都希望你出去玩 然后 那个借系列 他所用的食材 全部都是取材至当地 所以每个屋 所以每个屋系列的所有的餐点全部不一样 然后你如果住两个晚上三个晚上 每天吃的晚餐也都不一样 这就是他最厉害的地方 所以我们希望也蛮建议各位可以亲身去体验看看 偶尔靠赏自己一下 让自己去体验一下 什么叫做服 什么叫做被招待 日本的オモテナシ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谓的オモテナシ 就是待可之道 他们在这里面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一些人 每一个都接受过训练 而且 这一次我去了 我吓了一跳 里面所有的服务人员 不管老少 每一个人都精通英文 几乎外国人来用英文 他的应对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每个人面带笑容 大概是我到目前为止 住过的饭店里面 我觉得最精彩的一家 所以我才会用力的推荐 各位 我相信这样的地方 台湾现在的很多饭店 价钱也不输这个 这样 所以我很希望各位去体验的目的就是说 你在这里面 你在这里面享受到的服务 我相信会让各位回味无穷 很可能就会想要再去第二次 这个地方绝对值得去 这个就是好好的好省自己一下 所以我才找了一些图片 给各位做思考 这个刚刚讲的 就是这样的含书 前菜的意思 那再来他后面 还有 这一个的意思 Nimono就是主的东西 那旺这个的意思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词的旺 同学要特别注意 这一个跟前面那个旺 有什么不同 一个是木字边 一个是石头边 石头边的旺旺 通常指的就是陶瓷系的 Nimono旺 木字边的通常都是指木头做的 就这样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差别 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再来看下面这一个也蛮有意思 这个名称前面保乐是 那个 Nagasaki这边的特有的一个名称 所以你看注意看他讲 所以你看注意看他讲 Hakara rakugi Zakari 这个也有讲Mori的意思 所谓Mori就是鼓起来的意思 本来是Moru 就是Mori 各位要知道 那个 Hakinawa 最有名的酒 是什么 Awamori 就是 泡圣 日本的 听酒里面最烈的就是Awamori 所以 Hakara rakugi Zakari 或者是Mori 都没有关系 他最主要的 相当于台湾的什么东西 各位想看看 看他里面 下面有12345678 8种料理在里面 所以这个算是日本很道地的料理 所谓的宴席的料理的感觉 同学看那个字面相当于台湾在请宴客的时候 像刚刚 刚刚那个是Sakizge Sakizge 的话就是钱财 那这边这个应该是什么 冷盘 对 冷盘 没错 就是我们的冷盘 也就是拼 所以他才会里面有8种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 Nagasaki 最有名的 所谓的那一种 当地的所谓的拼 那我都希望让同学知道 那接着看下面的 Agemono 这一看就知道 同学比较熟悉 那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 同学比较知道就是 Karage 对不对 所以 Karage 知道 Agemono 你当然就知道 就是指什么 炸物 对 炸物了解 所以你看他里面就有Tambula 所以你看他的 Yasai Tambula 他的 我们都写天妇罗 他写天妇罗 一样 那是旧字 所以 这个你都不用管他 里面还有一个 Tataki Abi no Nih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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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 这个就是 那个 也是 炸虾 简单来讲 就炸虾的意思 然后再来看 后面的 蓋物 所以 你再看 蓋物 这个东西 Futa Mono Futa就是 蓋子 所以你看 里面 学的是什么 Habuto Shiyotara No Manju Gin An 像这一种菜名 我们都不了解的 这个就跟什么 我们 中文菜里面的什么 龙凤城祥 或者是 龙凤腿 这一些东西的概念是一样的 那只是菜色的名字 所以 我才跟各位讲 我们在吃的时候 他在说明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看这个Menu 你才会知道 他到底端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要不然 你没有对照吃了 你还是没有感觉 这个就是 我跟各位讲的 各位要知道的 再来下面的 焼物 燒物 对不对 焼物的 意思是什么 那天我们吃的刚好是和牛 和牛的 小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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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焼物 在这个地方 不是烧烤 不是 而是什么 用小鍋子 那个 铁锅 下面 他会用蜡烛点 那个就是 焼物 这个要知道 所以 这个东西 它就是 烧烤的东西 最后一个 烧烤 我第一次刚看到这一章的时候 我吓了一跳 我说为什么叫烧烤 烧烤不就是在讲餐点 但是各位要知道 在日本料理里面 他如果写烧烤肉 的时候 就是指 最后一道菜 的 什么 饭 午饭 而日本这个 你有看到 五島山菜 の 子雞鍋 午饭 有没有看到 所以 他有午饭 所以 就知道 这是日本最后的一道菜 他跟中国不一样 跟我们台湾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这边 我问 各位 台湾宴客的时候 最后一道菜是什么 你去参加喜宴 最后一道菜是什么 甜湯或冰淇淋 那个是最后面 他们跟他们一样 那不叫 那不叫最后一道菜 这不算菜 最后的甜点 阿妈咪 这个日文叫阿妈咪 所以这个单字也是 阿妈咪 丹党 意思就是 喜欢甜的人 如果你是喜欢辣的人 就是 哈拉斗 对不起 还有 这都是 日文里面 有时候都会被拿来使用的单字 就是 喜欢甜的 咸的 辣的人 这个就是 一等一等 这个就可以 好用 所以 阿妈咪 跟台湾一样 最后甜点 所以 日本的阿妈咪 就相当于我们的甜点 甜点之前的最后一道菜 日本是 而他讲的三菜的意思 是 他把三种菜 放进里面 跟饭一起煮 这个就是 炸菜 饭 的意思 我们讲的 蔬菜 饭的感觉 那我问各位 真正 台湾 到底的 最后一道菜是什么 不是甜糖 不是 那不算菜 台湾还会上水果 对不对 各位要知道 日本不会上水果的 你们去日本 吃饭 你有看过 日本哪一家餐厅 吃完饭之后 送水果给你吃 没有的 日本没有的 绝对没有 台湾人 台湾才会有水果的 拼盘 对不对 那个就是文化上不一样 我是希望 能够过这些东西 让各位顺便了解 日本文化跟台湾文化 有些什么不一样 台湾现在的宴客 讲实在话 有些已经开始混乱 所谓的混乱就是乱来 已经不按以往正规的规矩了 各位知道吗 到正常来讲 台湾的 最后一道菜 应该是鱼 为什么 有鱼 这是中国人的 思想概念 西庆的时候 当然就要有鱼 然后鱼一出来 最后面才是天堂 但是现在已经都不是了 现在都随便乱拼盘 只要那些名声好听就好 那照正常来讲 我小时候的时候 去吃这一些 也不能说小时候了 大概就是高中大学时代 去见课 吃饭的时候 绝大多数都是这样 现在已经慢慢 没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有时候去吃喜宴的时候 难免会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都很希望 各位慢慢的去了解 去理会 那为什么我会建议同学们 可以去住住这一种高档一点点的 所谓的饭店 各位想看看 虽然钱多了一倍 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 他付了两餐 我故意把餐点 我故意把餐点拖出来给各位看的 里面就有早餐 上面算下来 所以 左边这一行 一二三四五六 第六个 那个就是早餐的 沉点 套餐 他是 和式的 早餐 所以 你看看里面的材料 跟 这些内容 我绝对敢讲 这样的一个套餐 随便一刻 在台湾 最少你要花掉 一千块台币 你都不见得吃的 我们是想看看 泡汤 加上 一个套餐一千块 再加上 那样的服务跟环境 你还可以参加他所举办的活动 比如说 那一天早上 我也去参加了他们的 用 用 用 就是 践行 然后 践行 他会 准备你的衣服 因为 山上比较能 他会准备很 很厚的运动服 给你穿 然后 顺便给你 一双 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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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的 而这一种 哈比 没有 我都希望让各位 顺便学这些单子 哈比 就是日本 在 欧玛兹里的时候 他们穿的那一种鞋子 黑色布座的 鞋子 欧玛兹里 下面就是 是 胶底的 旁边都是布 黑色的 以前早期 台湾的 工作鞋 就是 哈比 这个同学都要吃 哈比 他的鞋子就是 一个大拇 大拇指 剩下 四只脚 有就有一点像我们穿 假脚拖的那一种 袜子 才可以穿 所以 他同时 也会送你那一种 布袜 全部给你 就是包括鞋子 袜子 你都可以 带走 他就是送给你 穿一次 就送给你了 所以你再想看看 这些设备 他再附赠给你 那些 袜子 鞋子 你想看看 难道不值得 几百块吗 那就是我跟各位讲 你在这边 加加减减 在考量的过程里面 你住的舒服 吃的好 又可以泡汤 又可以参加他这些活动 那里面这一边 因为他完全按照 当地的特色来布置 所以你看那个 他的浴室里面 有彩绘玻璃 为什么 他用彩绘玻璃 以及他的布置 全部都跟彩绘玻璃类似的 东西有关 你看他的房间 也是彩绘玻璃 你看他的那个浴室 也是彩绘玻璃 为什么 就是这边完全取材于 Nagasaki Nagasaki 各位不要忘了 Nagasaki 这个地方 是日本最早接触 西洋的地点 港口 所以 他有一个叫做 出道 出道 这个地方 出道 这个地方 我本来这一次也想去 但是 坦白讲 时间太少 来不及 所以 就没有办法去看 道道地地的 出道 那 当时 日本在 Sakoku 也就是 索国 时代 的时候 把日本 所有的港口 全部封锁 只有在 出道 开放 而出道 开放 只针对 两个国家 一个就叫 中国 一个 就叫做 荷兰 荷兰 日文叫做 Oland 但是 各位要 记住 Oland 这一个国家 把他的 所有的 文明科技 文化 传到日本以后 就变成了 南学 南学 所以 他跟中国的 感觉 相提 并美 也就是 在日本 江户 时代 幕府 时期 江户幕府 最强的 两门 学问 一个就叫 南学 代表着 科学 武器 以及 医学 而 汉学 也就是文化 跟知识 这个就是 东方跟西方 合并的 最重要的 长期 所以 长期这个地方 很值得 慢慢去 体会 那 当时 因为索国的 关系 荷兰的 关系 所以 当时 很多这一种 所谓的 基督教 基督教徒 基督教徒 在日本的历史里面 曾经受到很大的迫害 所以 曾经写了一本书 《眼腾周作》 这一个作家 寫了一本小说 叫做 《沉默清默歌》 同学有机会 可以读一读 这本小说 很好看 然后 这本小说 它有 拍成电影 而 这部电影 就在讲 基督教 日本 菩萨基督教的故事 而 很多东西 就全部在 拿大萨基 这附近 所以 拿大萨基 同学将来 有机会去的时候 注意看 它有很多佛像里面 隐藏着基督的十字架在里面 他们为了被避免被屠杀 所以 都是潜伏到地下 甚至于把佛像 的衣服上面 都偷偷刻上 所谓的十字架的记号 目的 就是在追求他们的信仰 而这一部沉默就是在讲 普米耶 普米耶就是 他会 什么叫他会 所以 当时 日本政府 为了追杀这一些 基督徒 都在城门口摆上一个 红板制作的 耶稣图像 以及圣母玛利亚的图像 要所有的人要进城之前 要踩在他的上面才能进城 所以很多基督徒就因为不敢直接 踩在耶稣基督或圣母玛利亚的图像上面 所以就因此被抓 然后日本人 非常的 承认 为了 承杀这些人 警告异教徒 所以 全部 用长枪把他们这些人抓到以后 挂在十字架上 然后用长枪从下面 刺上去 杀死了之后 再放火把它烧掉 所以 非常的 残忍 我来讲 各位有兴趣 可以去找这部电影来看 这部电影拍摄的地点 就在 我们 台湾 日本找不到 类似的 是 曾经 所以 云千里迢迢 跑到台湾来拍这部片子 很多 海岸的感觉 抓古代 所谓的 長枝 那种感觉 都是在 台湾拍的 所以 各位 有兴趣 可以拿来 读看看 沉默 这本书 绝对是 好出 好书 另外 另外 他还写了一本 深河 福卡尔卡瓦 这个 则是在讲佛教的故事 印度 所谓的深河 就是在讲 就是在讲 恒河的故事 这个部分 我也很希望 各位 有兴趣 可以 拿来 读 看看 好 这个就是 我跟各位 讲 我们可以 尝试的 去 读一读 这两本书我都读过了 好 沉默 讲的是基督教的故事 深河 是讲佛教的故事 所以 日文就是 基督教的故事 另外一个是 这些书 再去这些地方玩 你就可以 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 我才跟各位 讲 要学的东西 太多 太多 太多了 我们看不完 学不完 但是 我很希望各位 去体会 简单的介绍 给各位 去了解 这一个区域 它所代表的 含义是哪些 而这些东西 真的 需要各位自己 亲自去体会 我没有办法 跟各位说 这个地方最好 那个地方如何 但是 我就是希望各位 自己去体验 我们 很多东西 听别人讲 不如用自己 眼睛 自己的手 去碰 用自己的眼睛 去看 用自己的心 去感受 你会得到更多 所有的人 所提供给你的 我要告诉各位 请公称 不要完完全全的相信 因为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 你去住过 你绝对不会后悔 绝对绝对是好的地方 好好好去享受一下 享受一下 犒赏自己一下 绝对 不错的 很 没有必要 这些东西 我都希望 让各位 能够多了解 好 不错的地方 九州 绝对 值得 一游 我已经二十年 没有去九州了 大概二十年游了 很久很久 九州最有名就是温泉 好 这个地方的温泉 都叫做 十五个地狱温泉 他们很有名的 到处都是地狱温泉 那为什么 九州这边的温泉 绝大多数都是硫磺泉 所以都冒着烟 很浓 但是很奇怪的是 像我这一次去的温泉 这个地方 云仙 这个地方 他外面 明明都是硫磺泉 但是 里面泡的 汤 全部都是透明的 所以 完全 里面 本来都没有 所谓的硫磺味 完完全全就是 跟我们的碳酸泉 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 各位 一定要自己去体验一下 去看看这些东西 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当我们看到这些不一样的地方 各位 慢慢的 你就可以了解到一些 日本的文化 日本的 所谓的习惯 所以 像长期 为什么我们 希望各位去看看 因为 带隐带者 西洋文明在日本 以及背后所衍生出来的 基督徒的残杀事件 在这个地方 非常非常的严重 而且 相对的 这个地方 大概是 日本 我去过的所有城市里面 教堂最多的地方 各位 有机会 去 看一看 体验一下 这跟 宗教无关 我们 我们 我只希望各位去体验 这边的历史 跟文化 不要被宗教限制住了 你只有打开自己 你才能够体会到 各种不同的感受 如果 他 他的和平纪念館 因为受到原子弹的影响 原子弹 日文叫做 原爆 原爆 这个 这本来是爆弹 炸弹的意思 所以 原爆 就是 原子弹 日本 8月6号 8月8号 分别在 广岛 长崎 各投下 美军 在这两个地方 各投下的一个原子弹 就此 日本在一周之后宣布 五条电投降 就是这样来的 然后顺便记一个字 原爆 这个 也是一样 就是 原爆就是 原子能发电 発电的 意思 核能发电 在日文叫做 原爆 这两个单字都很重要 希望各位要记下来 原爆 还有原爆 这两个字很容易拼错 所以希望各位要小心 这边是半拙音 这边是拙音 所以 以及我讲很多很多给同学听 不如你自己去体验一次 你就知道 日本 他们 这些高级 高级饭店 他们所提供出来的 service 是怎样 你现在 要在日本找到 这么好的服务 态度的地方 我要告诉各位 真的 也不容易 日本 慢慢在改变 我刚跟各位讲过 他们 已经 老少 在这种高级饭店里面 语文 已经没有问题 所以 各位可以 尽情的去感受 日文的运用 以及享受日本人的服务 好的东西 我很愿意分享给各位 所以 只有透过这样的方式 才能够让 台湾 台湾的观光客 住最多的 我觉得大概就是 欧欧国印 东横印 哪一种是最一般的商务旅馆 哪一种 哪一种都太小了 坦白讲 不够舒服 我比较希望各位 慢慢的去 经验这一种 高档的地方 试着去看看 了解 那个 希望 这一些东西 对各位 将来旅游 有一点点帮助 然后 再来 熊本 这个地方 我简单说明一下 熊本 这个地方 除了 Humamodoyo之外 以及 熊本熊之外 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 就是 One Piece 同学知道吗 One Piece 是什么东西 熊本这个地方 最重要 除了熊本 熊本熊 国际之名之外 另外一个 One Piece 更有名 但是 很少人知道 很少人知道 One Piece 就在熊本城 就在熊本这个地方 我相信 很多人都知道 套装 啊? 套装 对 One Piece 是套装 没有错 但是 在这个地方 它不是指 套装 One Piece を 着る 穿套装 就是用着 着 但是 One Piece 还有一个 另外的 名字 One Piece 其实在日文里面 外来语里面 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套装 一个是 一 一片群 One Piece 还有一张的意思 One Piece 就这样 知道吗? 台湾很多人 我一讲那个答案 你们一定知道了 这是 日本最有名的动漫 连续最久的 知道吗? 这里面有没有同学知道? 一般年纪稍微大一点 大概不会看 但是 高中生 国中生 甚至于小学生 几乎没有一个人 不知道 海贼王 就是One Piece 知道吗? 海贼王 很有名的 动漫 也是漫画改变而成 这个是日本有史以来 连续 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还在连载的漫画书 那他的作者 就是住在熊堡 所以 在这个地方 在九州这附近 很多都用 海贼王里面的很多人物 来做布置 就那一个角色 在那边做宣传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以后 你将来去到熊本 你就知道这一个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 叫 夏木树时 他的第三个家 就在熊本 日本的大文豪 夏木树时 他第一个家 就在东京 就是所谓的本乡 东大附近 那是他的最早的家 但是这一次我去不小心 发现到居然他第三个家 是在熊本 可见他跟这边的姻缘 也算是不错 他第二个家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在猜应该是在四国 因为他曾经在四国教书 那边的高中英文老师 所以夏木树时 在九州才会有去到后温泉 这个到后温泉 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人去过 应该有 所以你去都高温泉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很多 当时夏木树时 所遗留下来的种种东西 包括他的列车 包括他的装饰的东西 包括他曾经讲过的 我讲 我讲就是他在描写 他这一段在这边教书的那一段日子里面 所体验到的点点滴滴 写出了这本快智人口的小说 就是少爷 老板有翻译本 但是我并不建议各位去看翻译本 你可以拿来读一读 蛮有意思的一本小说 他在描述他在高中教书的 种种种人物一个比一个有趣 你可以读一读推荐 只是他因为很厚长篇小说 你必须要很有耐心慢慢的读 把它读完 你就会了解夏木树时的文笔 的确是很漂亮 当然他最有名的小说是 我がはいわ猫である 我是猫 这一本小说 这个也是长篇的 夏木树时的作品最大的问题点 就是因为绝大多数都是长篇小说 所以一般人比较没有耐心 好好去读完他的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 了解到有这样的问题跟内容在 你才能够真正的去体会到有些什么样的不同 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可以好好的去看一下 除了旅游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去看看日本当地的历史 这是当地的文化 你看的越多 你看的越多 读的越多 你去日本玩 就才能够真正玩出不一样的内容 这个就是我希望各位 学会学会的 还有博足的用意 所在 所以我很愿意把我 这一次所看到的分享给各位 所以让各位 让各位动心赶快出去玩 学要以自用 我们能够用到我们的旅游 用到我们的对日本的了解 让自己去享受 那才是广告 可以吗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好 没问题的话 我们把这些单字大概简单的念一下 因为今天讲的单字很多 而且这里面有很多都是我们常用的单字 我都希望分享给各位 那这一些东西 这一些讲法 我都希望各位要把它学起来 慢慢学起来 不要开麦克风 你就自己念自己听得见的声音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请跟着念 再次桜前線 再次桜前線 茉莫尼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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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生町 秘生町 丘州 丘州 福岡 福岡 長崎 長崎 馬元 馬元 星野 星野集団 星野集団 如果是統一集团一样 統一集団一样 食器 食器 先付 先付 鬼野来 先輩 鬼野来 先輩 後面 鬼野来 先輩 鬼野来 先輩 温泉 玉 温泉 玉 在飯店旁邊 他也有人在賣溫泉 溫泉蛋的 蛮有意思的 各位有機會可以去體驗 那除了那個早上的 旅温泉 之外 他還有 教你怎麼做 那個圖板印刷 就是印刷 用剪字的 你可以自己印 蠻好玩的 這樣的文化背景 將來各位自己去旅游的時候 你才能夠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可以去體會這些感覺 了解 好 再來 哈拉吳 哈拉吳 哈拉以 哈拉吳除了付錢之外 還有一個意思就是把鬼趕走 把人趕走 佛去的意思 了解 這中文漢字的概念 好 再唸一下 ONIWA SOTO FUGUA WUJI ONIWA SOTO FUGUA WUJI 這個就是日本2月3號的 MAME MAGI 傻豆節的典故 這個叫MAME MAGI MAME MAGI就是MAGU 傻的意思 我把它標出來 還好 MAME MAGI 這一個字 所以他們那個就是 ONIWA SOTO FUGUA WUJI MAME MAGI 再來 MAME MAGI HAI SERIE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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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分開記 SERIEZE是系列 什麼系列都可以 包括那個什麼 服飾什麼的SERIEZE 都可以 再來 WUNZEN WUNZEN 這地名 這些都地名 HAGATA HAGATA 各位要特別注意 福岡 沒有福岡車站 而是叫做HAGATA 要特別小心 他沒有FUGUA WUJI 那他最主要就是HAGATA WUJI 這個是 是 這比較麻煩 因為這個轉換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出現中文的飆音 然後這個 那個比較簡單的 這些單字 我都希望各位慢慢去體會 不能轉 不能轉 變成中文了 不好意思 這KUMA MODO沒有關係 好 再來HAGATA 那其實 HAGATA就是福岡的舊名 他早期叫伯多 後來才叫福岡 伯多最有名是什麼 那個NINGYO NINGYO NINGYO 最有名是 NINGYO 所謂的娃娃 裝飾的娃娃 因為這邊 陶瓷器很發達 所以NINGYO 最多 這地方是可以去了解一下 好 再來 HAGATA 再一次 HAG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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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他會加一個OHAGATA 表示對那個 墳墓的一種尊敬 對仙人的一種尊敬 這個 也希望各位了解一下 什麼叫做OHAGATA 是從這邊來的 再來 NINGYO NINGYO 你也可以倒過來 NINGYO NINGYO 來各唸一次 來跟著唸 NING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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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一泊一食就好 千萬不要 你早餐沒地方吃的 那個差不了多少錢 知道 好 再來 MAMEMAKI MAMEMAKI 再來 OMOTE NASI OMOTE NASI 這個單字的意思是代客之道 我現在慢慢的盡量不寫那個中文的翻譯出來 各位要寫自己寫 然後慢慢習慣日文的表達模式 這樣你才可以寄的更多更快 來NINGYO MONO 這邊有很多MONO 就一起寄 你看 煮物 揚物 蓋物 焼物 焼物 就四種 所以 以後你去日本要念看他的Menu 很多這樣出來 你大概就知道他代表什麼含義 大概都要知道 要不然你真的到日本的Ryote 日本最高級的餐廳就是Ryote 料亭 這個就是 所以你看 日本很多政治人物 他們在談事情的時候 全部都到Ryote去的 尤其各位看白色劇塔 那部日劇裡面 他們在談事情全部都到Ryote 這是高級日本料理店 這跟我們講的溫泉餐廳是 飯店是不一樣的 這個知道一下就好 來再把這個念一下 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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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物 揚物 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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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 泡盛 揚げ物 揚げ物 唐揚げ 唐揚げ 唐揚げ知道 這是炸雞塊 蓋物 蓋物 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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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 食 食 五行 五行 甘味 甘味 這邊五行 我又想到 我跟各位講 像我在那邊 住了兩天 到最後 前面各位看 都是一小碟一小碟的 餐點 各位千萬不要以為 那樣的 份量很少 我 我們去吃的時候 我們家三個人 兩天 到最後吃 五行 也就是燒焦 的時候 那一小鍋的飯 都吃不完 他本來問我們說 不要帶回房間吃 我們都跟他講不用了 因為實在吃不下 太撐了 你就知道 看他小小的一點一點的東西 吃起來 只有八道菜 就把你撐的 叫不乾 就吃不完了 真的吃不完 所以 我也知道 他的這個食物 料 很好 很好吃 但是 你已經吃不下 因為你還要 留一點味 去裝 甘味 再念一次 甘味 再來 阿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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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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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歐道 西歐道 ジョギング ジョギング 這個字 希望同學記起來 健行 健行的意思 ジョギング 再來 旅 不 不行 哈比 才對 哈比 變成旅行 哈比 哈比 這個是 哈比 這個旅行 這一樣 發音一樣 那你要看那個 哈比的話 去哪裡看 就有了 那個 有一 有一 有一本小說 就叫做 陸王 你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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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拍 陳志劇的 這部很好看 各位 有時間去把它找出來看一看 它裡面做的鞋子 就是 哈比 那種類型的 大母哥跟四隻腳分開的那一種鞋子 日本有賣 這個順便讓各位知道 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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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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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hi キリスタン エンドシューサク 沈黙 踏みえ 踏みえ 深い川 キリスト教 仏教 温泉 温泉 陸過 地獄 地獄 同學要注意 日文地這個字 多半念成七 他七字得多的七 只有少數幾個字 念成雞 比如說像什麼 地元 一般地都念成祈求 日古古 還有什麼 日祖 地藏王菩薩 所以 比較少念成祭 後道祭的讀音 希望同學都要記住 因為它是例外 要特別注意 這三個字都算是例外的部分 希望各位了解 一些 禿告 日造 日� 日花 地 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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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就是指当地才有的酒 当地产的酒 就是日下日下 再来原爆 原爆 爆弹 爆弹 原発 原発 发自点 发自点 ふまもとじょ ふまもとじょ one piece one pieceを着る 穿洋装一片裙的意思 那为什么海賊を叫做one piece 就是因为 他们在找寻一张藏宝图 所以one piece就是一张宝藏图的意思 所以海賊王的日文就叫one piece 是这样来的 顺便让各位了解 再来跟着念 海賊王 海賊王 夏美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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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伯爵 伯爵 再来 我がはいは猫である 再来 我がはいは猫である 您寮 最后 留帝 留帝 好 这个就是让各位 能够了解到 所有的灾 跟九州相关的一些 单字也好 概念也好 文化也好 历史也好 目的只是让各位了解一下 下次你去九州玩 你就可以好好的去体会 各位要记得 在台湾的九州团 绝大多数 绝大多数 都不是走九州 而是都跑到本州的南端 到广州 这些地方 去玩 我觉得 那个是不对的 同学 真的自己要去九州玩 就好好在九州玩 不要跨过 那个关门海峡 到本州去 九州已经够你玩了 一个九州的大小 刚好跟台湾一样大小 所以你看 你要玩一个台湾 你觉得一个礼拜可以玩完吗 当然不可能的 你连走马看花都来不及了 所以我去了五天才玩三个点而已 一个就是 長崎 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 所谓的福岡 也就是 哈卡塔 这三个地方而已 所以 不要太多 真的 不要太多 了解了 有没有问题 这部分 或者你有想要知道些什么 我都可以告诉各位 好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上次那一篇 民进党 那一篇东西 我们上次看到 这个地方 讲到 再把它复习一下 因为已经两个礼拜没看了 他说 蔡英文在他的字 在蔡英文字传里面 他以 朋友的 身份 不知道 登场了好几次 因为 他们两个都是 这是中子型的爹 两个人都是喜欢猫 爱猫一组 所以 在野党的时代 这个 萧美群 每次出差的时候 他都会把他的爱猫 姓谁 爱英文 总统 来帮他照顾 听说 听说这样 Soda 所以 Soda的意思就是告诉各位 传闻而已 而绝对不是真正的 是不是这样 不敢肯定的意思在 了解 就听说 听说 都是 请他来帮忙 照顾 所以用原型 加Soda 好 了解了 以后我们上次有讲到Soda Soda 请接着各位接着看 后面的部分 他们两个相互之间的关系有多深厚 然后我先把注词框起来以后 你就可以了解 好 再来再把一句一句 先把他的那个读音 先写出来给各位了解 好 各位看 我们讲过 在日文里面代表着什么 否定 对不对 所以 在这个地方 有外宣教育的意思就是 民进党是主语 他在他的弱的选区 也就是说 在某些艰难选区 就是中文讲的艰棍选区 这边D表示地点 跟前面的D不一样 前面的D是中子型的D 在这边是他在讲 民进党在艰棍选区 找不到Mizikaru 找不到候选人的时候 好 这边的Ga跟这边的Ga 有什么不一样 这边的Ga是主语的Ga 这边的Ga是对象的Ga 我们讲过 日文注识的Ga 各位要记得 前面出现 单字的时候Ga 它只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 后面 Ga 表能力 好物 存在 希望 还有 状态的时候 就代表什么 对象 这个要记住 如果不是代表对象 就全部代表主语 而这个单字Ga 不是表示对象 就代表主语 这个顺便记住 重要的主语 用法 表示 主语 或者是 对象 就只有这两种用法 所以 前面代表主语 民进党怎么样 在艰棍选区 找不到候选人 找不到就表示能力 没有能力发现 好 Mizukaru 就是发现的意思 Zuku Sikaraz 所以 发现不到 好的候选人的时候 这个是什么 好 这边 Tanomi 这边表示地点 De 对不对 这边的De 又不一样了 这边的De Tanomi 表示什么 在 什么状态之下 限定用法 在 蔡英文的 拜托之下 请托之下 这边 顺便把它 写出来 你看 蔡氏の 蔡氏の たのみで 出ると 決めた 这个 标示 这个就 它删掉 这个不要 好 就是 在 蔡英文 总统的 请托之下 决定 要出来 决定 做这样的决定 引用 決めた De 坚困選 区的 选举 他在 讲 他当时 参选 花蓮县 立委 的时候的 种种 内容 所以 这个地方 就在 讲 他的 过去 所以 这个 萧美 琴 小姐 就怎么样 和 猫 猫 都 一生 一生 是 副词 所以 后面 加 动词 好 这个 顺便 一生 好 这一个 让 各位 了解 搬家 是 引越 好 引越 した 才 の 行き 札 を 書かれて いる その 才 消 式 这个 就直接 念就好了 这都 不要 表演 因为 日文 是用 外来语 然后 他怎么样 这一次 因为竞选 的 关系 然后 怎么样 福 外 に 就任 する 即将就任 副总统 所以 后面 用 动词 原型 表示 未来 因为 五月 才会 正式 任 所以 这个地方 前面 讲 在这边 所讲的 内容 还是在 哪里 各位 看这边 蔡英文字传 里面 的故事 前面 讲 他们 喜欢 猫 所以 肖美 秦 小姐 经常在 出差 的时候 就把 猫 请 蔡英文 帮忙 照顾 到后面 来了 以后 接着 就是 民进党 对于 监棍 选区 在 找不到 候选人的 状态下 表示 那时候 蔡英文 总统 是什么 角色 那 同学 告诉我 当时 蔡英文 总统 是什么 角色 民进党 党主席 对 他当时 就是 民进党 党 主席 所以 他才会 请 托 肖美 秦 小姐 帮忙 出来 参选 所以 我们了解 看到 这样 我们可以 联想到 所谓的 当时 蔡英文 总统的 身份 是什么 这个就是 天生 人 于 男的 地方 坦白 跟各位 讲 在这个 地方 外国人 来读 这篇 文章 的时候 绝对 没有办法 了解到 蔡英文 总统 在当时 她是 怎么样的 身份 所以 她才会 讲到 肖美 肖美 小姐 她在 蔡英文 总统 的 请托 之下 她才 决定 出来 参选 这个时候 决定 参选 的 肖美 秦 小姐 就只好 和 她的 爱猫 一起 怎么样 搬家 的时候 二 各位要知道 这个单字 以 去 杀子 就是 汉字就是 精维 很难的字 也就是 你可以念 佩语 佩语就是 那个 英读 也就是 整个 过程 的 意思 她 和 猫 一起 搬家 的时候 的 整个 过程 也 怎么样 被动 是 被写 在 哪里 蔡英文 自传 那一本 书 里面 黑 一路 表示 现在 进行 是 一直 都被写 在 那里面 的 那个 那一位 萧 美 秦 小姐 怎么样 即将就任 副总统 各位看 这边用什么 原型 表示 未来是 被写 在 书本 里面 是 从 蔡英文 自传 那本书 开始 发行 一直到 现在 还会 到 未来 所以 我们在 使用 提 原型 以及 过去 字 各种 不同 表达 方式 的 结构 我们就 知道 为什么 要 这样 用 我们 讲过 日文 的 句型 全部 只有 五种 而已 你注意 看 这边 什么 形 他 形 有没有 看到 这边 圆形 这边 圆形 所以 我们就 知道 这个地方 表示 这个搬家 的动作 已经怎么样 完成了 这个地方 那个 书的 内容 被写 在那里面 从 之前 一直写 都保留 在里面 到现在 到未来 都会 所以 用 黑衣 乳的 去 行 而 就任 做就任了 没有 还 没 所以 我们 讲过 原型 一定 代表 未完成 黑衣 从 过去 一直 到 现在 到 未来 黑衣 表示 从 过去 到 现在 结束 这些 表达的 方式 希望 各位 都要 了解 这个就是 我们在 解读 文章 的时候 它 比较 难的 地方 而 天生 人语 它 让人 难 读的 地方 也就 在 这个 地方 所以 我很 希望 各位 慢慢的 去 体会 为什么 很多人 都觉得 天生 人女 不好 度 的确 不好 度 原因 就在 这边 所以 我很 希望 各位 好好的 去 理解 好好的 去 体会 为什么 它 会 这样 用 你了解 以后 自然而然 所有的 那些 破绝的 方法 你就会 慢慢 习惯 了解了吧 这边 为止 有 没有 问题 没有问题 这一段 不算是 很难的 地方 我还是 希望 让 各位 了解 一下 好 再来 看 下面 这一段 也不是 很难 这两句 一曲 好了 好 各位 看 这边 更 简单 他在 讲 他的 生平 这边 就牵涉 到 所谓的 小美 情 小姐 的 生平 各位 可以 顺便 了解 一下 好 整句 把他 念 下 后美 生 台湾人 宣教室 父親 和 美国人 母親 を持 这边 讲的 意思 就是 说 小美 小姐 小美 基本上 她 出生 在 后北 那 这个地方 各位 用法要特别 注意 她用 我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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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中指 用这种用法 很特殊 我们一般写的话 一定会这样写 后美 出生在 后北 有动作 所以用 的 有动作 的中指形 动词的中指形 他这个是 本来是 所以 下一段 动词变成 转为什么 名词化 名词化的后面 再加上 中指形的用法 一样都可以 所以 如果你要用这个 也可以 他出生在这个地点 然后 台湾印宣教士の 父親と 美国人の母親を持つ 他拥有 这个持つ 为什么用现在式 表示未来 就表示 他 是台湾人 而且他是一个 传教士 这个单字 希望同学记起来 这个字不好记 因为中文跟日文完全不一样 他用宣教师 所以这个部分 希望同学要记起来 是传教士 他爸爸是传教士 妈妈是什么 美国人 所以在选业的时候 他才会被攻击 说 他的国籍 有问题 就是被 这一些人 拿来炒作 因为 他实在 不容易 找到 被攻击的 内容 坦白讲 他大概是我看过台湾驻外大使里面 我个人觉得他做得最有声有色 最值得称赞的地方 第二个 他在做立委的时期 以及 他在花莲耕耘的过程 并没有出现什么样的疲漏 所以导致在野党要攻击他 并不容易 会很辛苦 所以只好从他的国籍来大做文章 好不好 没有绝对的好坏 而只是觉得用到这一种人身攻击的地方 并不是很恰当 再来 昨年11月まで 三年余地 就是到去年11月为止 他工作在哪里 驻美代表 过了多久 三年多 三年余り 所以各位从这边就可以知道 他出生在神户 所以各位不要忘了 他的日文一定非常好 一定非常好 我相信 所以他等于是半个日本人 他在这边出生 但是日本各位要知道 日本这个国家是属人主义 所以他爸爸是台湾人 所以理所当然他不可能变为日本人 所以他只是台湾人的孩子 像我女儿也是在日本出生的 但是他也没有日本籍 他不是美国 美国是属地主义 也就是说你只要在美国出生 你就是美国人 这个不一样的概念 这个顺便让各位了解 然后一直到去年11月 他被召回来 搭配赖清德先生副总统 赖清德副总统 搭配竞选正副总统 为止 他都是在驻美代表工作上 所以 指都妹打表示到一个段落 这个叫做指都妹打 那坦白讲 那坦白讲如果我写的话 我会写 指都妹的一打 如果我没有前面这个日期的话 我就指都妹的一打 我如果写 指都妹的一打 表示他到去年为止 就一直从过去三年多以来 一直都在当驻美代表 我的写法会这样 我不会把这个东西列出来 然后他把时间点三年多写出来以后 当然要用过去式 到11月截止已经结束了 所以用过去式 这样了解了吧 所以我希望各位去体会 他在这边为什么用原型 这边为什么用过去式 他有他的含义在 这个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希望各位多多了解 在他的使用的时态里面 一定要不断的去注意 你去比较去想 你就会进步的更快 所以很多东西不需要太多 我们了解这些 现在进行式 现在是过去式 中止形 以及现在是过去式的各种用法 我们实际了解他整个内容 你去体会 你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日文 这个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不管单字也好 绝对不要十倍 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么多单字给各位 就是希望各位 透过这些理解 你去记住这些单字 因为他有故事性 比较容易了解 这个就是希望各位 希望各位能够体会到各种学习模式 而不是去使备所有的句型 那个是没有用的 运行不断的在改变 不断的在组合 你必须慢慢的去了解他怎么用 了解他怎么用 才是真正的王道 而不是去十倍 这个地方希望各位能够去了解体会运用 了解的这些东西 将来你要output 也就是你要学会表达的时候 才不会有问题 也就是再告诉各位 不用急 大胆的去尝试 大胆的去练习 你看到喜欢的句子 就练习造句 自然而然 各位就会学到 你 决定 gall 夜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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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